來 我們請兩位歹徒這樣像不像 是戴安全帽 吃牠子看 我這樣可以嗎 可以 可是你戴的還是認得出來是胡瓜 就不需要戴了嘛 我模擬的話就當作我戴的 你就不用戴了 那你戴好了 那就我們三個演歹徒嘛 然後那天 我在幹嘛 我先講完 那天我們本來是要驅車回家的 就去看看生意 看看生意 順便要戴兩盒蛋塔 要去給這個女朋友的親戚吃一下 是… 因為總之要巴結一下嘛 是… 就沒想到坐下來呢 這個 當時還有另外一桌客人在 後來呢等到這一桌客人一離開之後 就像我們自己跟股東的一桌人在 一離開之後呢 不到十分鐘 就發生了這樣的一個慘劇 那我們請導演安排他位置坐哪裡 導演啊 你當時坐哪裡 這是第一桌 進門的時候第一桌 我是…我演小董 你演小董 我是Therisa 等一下… 當天你們倆是 沒有…沒有抱成這樣子 沒有… 那個… 我坐這邊嗎 Therisa Therisa 董志成 那時候已經空了嘛 因為我們其實那天還不只兩個 三四個坐… 我坐這麼有我怎麼聽得到呢 我們請來賓當演員嘛 來… 小辣妹 你們要吃完… 來 小辣妹來 你們吃完之後要走了 我們進來要砸了嘛對不對 對… 來… 你們坐那一桌嘛 你們坐這一桌 這個… 這個歹徒現在的時間是 他們一吃完一走 歹徒就進來了 就開始就砸 那我有沒有講什麼台詞 我們有沒有什麼台詞 他們進來講什麼 台詞非常簡單 而且很容易講 就是一直不斷問候你媽媽 什麼媽… 什麼娘… 這個可以講嗎 而且就是好好的幹 努力的幹那個就一個字 意思 喔…事實 好 我知道了 哈囉… 真的嗎 當天生的時間嗎 就是這樣子 你現在當導演 各位現在要知道 模擬案發現場蛋塔店 這是董志誠 這是他的未婚妻 這是客人剛吃完要走了 對 兩個上班族 他們剛喝咖啡 導演也喊 CAMERA你們就副葬走了 我們就進來砸店了 那現在我就 五四三二就進來砸了 我們砸了幾桌呢 你們先走 就是砸完這邊 翻這邊 要翻這邊的時候 這邊就開始要有防範措施 我知道 好不好 來 這樣誰認不出來 瓜哥 你這輩子 你這輩子上歹徒都不會成功的 有歹徒會戴這種安全帽來嗎 不是 我是怕砸到我自己 不然你不要給個口罩嘛 不好意思 歹徒這樣比較像 這樣比較像 好 預備 那我們就五四三二就來了 5 4 3 2 CAMERA 8月19日董智成的店被砸了 模擬實況 8月19日晚上十點半鐘 董智成和他的女朋友 正準備離開他們所經營的食品店的時候 突然有三個頭戴安全帽的歹徒 持棍棒進入 隨即不分青紅皂白地開始砸店 現在董智成將要現身說法 模擬演出當天的整個過程 門口在這邊往你走 他很有心哦 上 什麼店 等一下 是這樣子了嗎 當天是這樣嗎 不 當天是這樣的嗎 沒有 你嚇流 不是 當天是怎麼樣 當天是他們進來的時候 先在櫃台這邊 敲 敲碎這邊鎖著一扇的這個門 玻璃的門 玻璃 先敲 啪啪啪啪 然後這邊聽到聲音就 我跟那個女友就會站起來 到底發生什麼事 然後等到他 翻到這座的時候 兩個才開始應變 這座應變也不是這樣子 你怎麼會跑第一個 那是輸辣嘛 沒有跑第一個 說他跑吧 追回來 沒有沒有 那個時候我的情操 就在這個時候就表現出來 你曾經跟我講過 你保護他不是嗎 我抱著他 我跟歹徒講 你要打你打我 我打你打是沒關係 但是我全力保護我的女友 好啦 演不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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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你要把實情說出來 你不能讓觀眾覺得你很情操偉大 這個是案發現場 只有你知道劇情 對… 你真的有保護他嗎 沒有 那時候就這樣敲敲敲 敲這邊掀掉的時候 然後呢 我看到很危險 其實那個時候我是這樣子 我就看到這個歹徒打過來 等一下… 椅子拿起來 我不是要打他 椅子拿旁邊一點 躲這樣 這樣子情形 這樣就不會被打到嘛 所以你要講實話 你剛剛講的話根本是騙人的嘛 董哥你怎麼叫那女朋友呢 未婚妻呢 那時候我很緊張 我就這樣 快跑 我到你報警 他就快跑 結果就他是一個人跑的時候 被歹徒追到 然後打到腿了對不對 他腿受傷 送醫院是被歹徒打到腿嗎 對啊 不對 是怎麼樣 他就因為很緊張 他穿高跟鞋跑的時候 那個有幾個階梯嘛 對… 一沒踩穩一踩空一下去 結果 就是一摔倒九鳥 扭到 腳扭到 九就扭到了 唉唷 我以為這事情 這麼可憐被歹徒打到腳 原來是自己跑太快 樓梯摔下來 但是後來歹徒有撞了他一下 就在丟安全帽的時候 撞了他一下 丟安全帽 他們有拆安全帽子 他後來玩的時候往外跑 然後就先丟棒子 再丟安全帽 可是那時候我們只看到背影而已 揚長而去 揚長而去 這個感覺到 這個就是當天案發的現場 這時候你還在桌子下面 事實是如此 喔 事實是如此 你還在桌子下面 沒有 他講的是真的 他因為怕被打傷 因為我的身份比較不一樣 我的目標大 我又是這個 現在又這麼紅 好 不要再說了 歹徒現在又叮住你 所以我為了保護我自己 我就先在這個桌子底下 大概待了多久了 我們在這邊要跟歹徒說一下 因為董哥真的不是 你還要跟歹徒說什麼 不是 我們要跟歹徒說 就是董哥是靠臉吃飯的 千萬哪裡都可以打 不要打他的臉 不是 我們在這邊 尤其現在也模擬起來很輕鬆 可是當時的情形 真的嚇壞了他跟他的女朋友 他女朋友 你看 認識他真倒楣 剛訂婚第二天就被扁 不是啦 電子被扁 對不對 這會不會是一個胸罩 我還奶罩 我還奶罩 什麼玩意兒 什麼 會不會講 這個啊 這個應該講叫碎碎平安 因為當天這個求婚成功之後 第二天呢 我們看到滿地的玻璃為我們祝福 代表是碎碎平安 吉祥如也 這話是這樣說 沒錯 可是我們也不能夠 此風不可掌 不可掌 你看蛋塔 你看KK一開又被破油漆 你一開又被扁 那將來變流行了 這些年輕人你看也沒有搶錢 也沒有打傷人 就是這種示威 就是主要去你看店砸 那年輕人覺得很 打完之後還給上報紙 那不行了 所以很多人我說 是不是因為他針對我來的啊 或說是不是因為針對呢 這個店裡面的恩怨啊 或是說是不是有什麼 有人說 是不是看不慣你們那麼幸福 然後是你們的第三者出來 欸 八卦囉 又完全胡說八道 那要這樣的話 不是第一天就有人來砸了嗎 因為過去這個 跟我的人這麼多對不對 怎麼會忍到第三天 等一下 最主要的還是要關心一下Teresa 她本來今天要來嘛 她的未婚妻現在在醫院 我們電話鏈本來要來不然 我真的很擔心她 因為她這個腳傷的確是 我也覺得很自責啦 因為如果當天能夠 就是盡快的處理就說不要動 或是說呢 趕快先 沉著穩 沉著穩 因為我們都比較驚慌一點 是 那她的腳可能就不會 這麼嚴重的扭傷 不過據說在醫院 有一幕很感人 很多朋友去看Teresa 然後董哥就在旁邊呵護著她 然後呢 當大家看到她的腿的時候 董哥就 語重心長的說了一句說 妳的腿怎麼那麼粗呢 好美乎 你們都是不是有這樣講 我是說妳打完了石膏之後 怎麼那麼粗 她的喪失會比較嚴重 就怪妳在桌子上呆太久 當時的畫面想說又要結婚了 會不會一輩子 就在輪椅上照顧她 沒有啦 那是有沒有這樣 李佩金呢 因為我知道沒有那麼嚴重 但是我只擔心說 是不是傷到骨頭 那醫生會不會要求要開刀啊什麼 我覺得這個才是最麻煩的 現在電話在線上 我們馬上聯絡一下 狀況怎麼樣 趕快聯繫 醫生說要開刀 我們去看看情形怎麼樣 疑心說會好也沒完整 要怎麼 靠腰 你怎麼知道啊 不是 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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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幹嘛你要跟她聊啊 你是什麼東西啊 你過來 你過來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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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resa嗎 喂 等一下喔 謝謝 喂 Teresa 對 我是Alex 唉唷 Alex 太有噁心的名字 英文的小名 Alex 你好 現在我們在攝影棚裡面 旁邊有瓜哥 還有 陶晶瑩 還有曾國晨 Teresa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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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昨天打你的三個歹徒也在現場 你沒有打他 你不要亂講 Teresa 你現在心情怎麼樣 現在還好啊 謝謝大家的關心 謝謝 醫生怎麼說現在 醫生啊 醫生啊 醫生就說再觀察個兩三天 因為現在就是 腳踝的地方都腫起來 那沒有辦法做任何決定 要再觀察個兩三天 這樣子 你聲音聽起來很虛弱 是不是要開刀啊 你不要亂講 好吧 醫生有沒有這種事呢 他們醫生會再做一次會診 晚上的時候 這樣子 那你腳是被打傷的還是 其實 扭傷的啊 蕭董都說了 你直說沒關係 我們談一談 談一談比較好的事嘛 開心的事情 對 Teresa 你還記不記得當天 我們在出事情的前兩個小時 我們跟桃色新聞啊 桃子連線有沒有 有 有 那個掃把星現在在現場 這個完全是這一種甜蜜的訊息 想分散給大家 讓大家一起來分享一下 對 想到這個過了兩個小時 碰到僵尸 不過其實經過這個事情的話 你會不會覺得董哥其實很愛你啊 很保護你 我覺得 很多事情從這時候 他讓我覺得很多 他的做法讓我覺得很感動 萬難見真情啊 對 本來 這可能也是老天爺考驗你們啊 訂婚之後的一種考驗 其實我到了 我收到病房去的時候 曾經說啊 我多希望啊 斷腿的人是我 他也沒 你不要講斷腿的 被打傷的是 被打傷了 受傷了不是打傷了 打傷的是我 其實他也不想行從樓梯上摔下來 但是 Torisa之後更溫柔她跟我講說 沒關係 因為你還要錄影 你還要演戲 你還要主持 你要跟大家分享你這種 我沒有關係 養人真的好甜蜜 怎麼可以這樣講 那腳好的話可以蛋打店看生意啊 對不對 沒有 我準備拍照養雞場去養雞 因為現在蛋好心理好做 馬上就自己叫繁殖雞蛋 應該這樣子 你在騷擾病人 人家應該很難過 來 Torisa 我是覺得 因為他是為公眾人物藝人嘛 那他 應該要 把他的快樂分享給大家 所以 其實我受這個傷 很不好意思 給大家帶了那麼多麻煩 真的很不好意思 經過這次的驚嚇 你有沒有什麼 在這邊 因為是電視節目嘛 你有沒有什麼呼籲社會大眾的 對 嗯 呃 這是現場連線嗎 對 聽得到錄影轉播 對 這不但是現場連線 也是你我愛的連線 夠了 愛的連線 好了 Alex 這樣子啊 那 社會大眾 不會啦 我覺得我們台灣都還是 都還是不錯啦 歡迎大家 繼續支持 董哥的蛋打店 哇 來 閒內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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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如何 那天求婚的過程 我們有沒有全程把它拍完 到底最後結果是怎麼樣呢 Teresa 結果就現在我在醫院嗎 因為她太高興了 充滿了無奈 太高興 不是 我就會我改求婚 Teresa 你們到最後有沒有決定 什麼時候結婚 雙方家長現在在挑 挑個好 在選日子的 表示那天已經成功了 Teresa 我們幹嘛讓大家 這麼快就知道我們的日子 對不對 總要有點好像 神秘感 賣點關子嘛對不對 是 是你要賣關子還是 是你要賣關子還是 她賣餃子 賣關子 OK Teresa 不管怎麼樣 您在醫院好好的敬仰 全國觀眾朋友給您祝福 謝謝 我也希望你早日康復 謝謝 不好意思 我覺得一個人的事情 給大家帶這麼多麻煩 真的很不好意思 不要這麼說 我們還真要感謝你 不然這個禮拜播什麼 我都不知道 什麼叫做 趁這個機會跟大家說 因為有好多人送花來 那有些人我不太知道是誰送的 趁這個機會跟大家說謝謝 是 花都很漂亮 一定有我們家送的 還沒有看到 真的嗎 就少你這麼一次 麻煩 麻煩回去 稍微盯一下 是 我是覺得送現金比較實在 不過在這裡要真的很嚴肅的 跟這個 對這個事件 還有整個社會大眾 再一次的呼籲 也來做一個這個 小小的個人的結論 是 Teresa I love you 太噁心 謝謝 Teresa你晚上會不會睡不著就 OK 不會 因為我現在錄影 我錄完一忙就過來了 謝謝 工作辛苦了 工作辛苦了 腳不方便還可以嗎 不是 還可以到門口來接她嗎 等一下躺在醫院 我們在旁邊就說 因為她腳不方便 總要服侍一下 送送茶水啊 那種消消水果 那醫生有沒有說 拇指都平安還是怎麼樣 拇指 這台照是男的女的 不幹嘛我 謝謝Teresa Teresa你不要理她們 她們開玩笑 而且再次的 不會 我想這樣子 大家帶這麼多快樂給我 我想病情都幾乎快好了 幾乎快好了 真是太感動了 好好修養 這點就是我最大的快樂 以及喜悅跟滿足了 這個為什麼這個 Teresa會深獲我們小董 這麼樣愛她呢 就是因為呢 世大體 對 賢慧 溫柔 而且很窩心 好 謝謝我們的Teresa 祝您早日康復 謝謝 拜拜 Teresa 拜拜 謝謝平安 拜拜 萬事如意 我們其實最關心還不是她腳 希望這個肚裡的胎兒能夠安全 安全 沒有 人家就是看腳的 你怎麼回家好像當中 就是去待慘的 怎麼會這樣子呢 Teresa剛剛有一句話很重要 這些事情 雖然大家看起來現在很清楚 不過當時其實 這社會的呼籲 我們還是要有 真的不要充滿了暴力 每天報導都是這些也是很麻煩的 對啊 尤其我 我也跟很多的這個社會版記者 包括新聞我會講 如果在台灣 只是開個這麼單純的西點 這點是西點麵包店 糕點店 都要有這樣子的危機 跟這樣的恐懼的話 那其他還有什麼店可以開 對嘛 對不對 大家是善良老百姓 又是開店要繳稅的 開什麼玩笑的 你為什麼不去開五金行呢 不 今天呢 還有Teresa剛剛講的 我們要談一些比較愉快的 不過當天呢 你們兩位都沒有 18號那天 18號那天 我們全程拍攝他求婚的過程 親友好多好多 你們兩個都沒來 這段精彩畫面 我們也不能保留 我們在紅白 獨家也要跟觀眾分享 獨家獨家 馬上來開這段精彩的影片 要請看 我會看 我們想請回你的過程 我們所以一定要為你